好,回到第二節了 我們還要感謝Leslie Wong的課金 其實我們上個星期有日期 上個星期節目時有課 但我做節目沒有看到 他又說傻佬撐動肺,動肺往台街洗一 多謝多謝,實在太抬居了 是不是講英雄實法 不是多謝的,麻煩冰芝幫我帶過來 我聽你們講英雄實法 好像你們都很平的 基本上 基本上我們一直以來都 有讚有壇,都偏向讚那邊 本身打鬥有點不太出色 但劇情是有點黏黏的 好像很老土,但是有一個感覺就是 你都沒有這麼老土,但是你不停扮好老土 我自己是覺得他像是一幫現代人 扮著六十年代的模式 八六七十年代的模式 他們的生活不是很呈現得到 我覺得這套書最大的問題是 他現在很明顯是想寫這個 身處小流文 有幾個角色我喜歡的 有幾個角色我喜歡的 英雄我喜歡的 英雄她的效果其實 有點像鬼滅的我妻 她想做一個角色 只要她沒有了神智 不夠清醒的時候 她會突然有一招超厲害 但是英雄很快就 比如打獨孤雄那一場 她好像已經完全有了意識 就是這樣 所以就浪費了這個角色 我覺得她一開始是OK的 但是我覺得英雄這個角色 應該好像你所說 好像我妻一樣 但是一直以來她只是說 如果她喝了酒或者得到 理智會很厲害 但是暫時來看劇情上面 都看不到她有多厲害 她沒有一次是讓我看到她 真的很厲害 好像剛才所說鬼滅 這樣說誰就是 她真的當她平時好像很廢 但是她厲害那一刻 你們看那一刻 那一刻那個情節 你覺得她那麼厲害 但是英雄現在這個 就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她想 好像你這樣做 但是到現在她還沒有做到那個效果 反而是 譬如很早期 說她喝醉了酒之後 她不是走了出屋裡面 然後握到牆花了 是啊 我看到那一幕的時候 我自然就想起龍捲風 因為就是說龍捲風 在九龍城寨 可以用拳 拳那個拳位 去畫了一些爪痕出來 那既然你要那麼厲害 那可不可以在真的 打鬥的時候 又呈現得到呢 但是我同意冰之說的 就是她就是 不是很呈現得到那個步驟 多謝Villiam的課金 我們都希望大家 持續可以多多少少都支持一下我們 在我們做Live的時候 另外鐵十 鐵十都OK的 雖然她比較 那些叫什麼 傳統一些比較 顏派 但是我挺喜歡她幫這些角色 加一些特徵下去 將她強化到比較明顯 她像什麼呢 她就是一個 因為她就是吃飽飯 只要狂吃飯 吃飽飯 就會有 有體力充沛去 去戰鬥的人 她像Luffy Luffy就是吃肉 就可以馬上回覆 我覺得其實 創作團隊是有參考了這些 但是怎樣應用在港萬的 融合在裡面 又不是很足夠 其實她都是只有在 我已經不記得她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誰 曼英門那個 唐曼 她在唐曼 第一次看到熊十八的時候 才比較多提她吃飯 才有氣力打 後面其實已經很淡了 你變成她只喜歡吃飯 變成她是一個很大食 這個看來是特徵 但是這件事不是不同的 之前我們說的那個什麼名字 飲酒那個是 英風那個名字 飲酒會令到她功力提升或者更厲害 她在這個故事上面沒有提出 她吃得多飯就會越來越厲害 不過只是提出她是一個很大食的一個人 但是因為在唐曼門下那一場 她是走去吃飯打打下肚餓 打打下她發覺不夠打 她就走去吃飯 吃完就夠打 我覺得這些位置是有趣的 但是後面就沒有了 沒有啊 沒有啊 但是這些要 你說的嗎 沒有啊 現在開始是說她練那三招 天衣無縫啊 那些 鐵家祖拳那些 鐵家祖拳那些 之後沒有了這些設定 是啊 那你不可能每次打打下吃飯 其實很 但是很可惜的嘛 你不一定要每次打打下吃飯 但是你可以是發覺原來你肚餓你就不夠打 你不一定要每次都贏的嘛 這個就是有趣的地方 例如她沒得吃飯 那她怎樣去補救這件事呢 你當她是魔性熊轉的師傅 我沒有電話停的那怎麼辦 哈哈 那沒有了這些 很可惜 我會喜歡鐵十多個英鋒 因為英鋒我自己會覺得她沒有表現 是啊 她現在好像有點像鞋子 因為你看到這些 其實她一出來 其實都是Q版多 我覺得Q版 不是打得很詳盡 打得很晚 然後都是跟那些 女生在那裡吵架 那些這樣的情景 所以我覺得其實沒什麼發揮 放心了 英鋒已經沒有了第三主角 男主角這個位置 被李小龍取代了 哈哈 正主我怎麼看 還是剛才短短的 不是不是不是 紅十八就很平面 你知道王生不下的角色 少不免都是這樣 但是最慘的是她跟 她跟問天的重疊度很高 哦 她跟問天的形象重疊度很高 尤其是早期的問天 她是比較衝動一點 比較反叛一點 喜歡跟女主角吵架 煮飯也好 但是有正義感 其實基本上 你會見到這個就似乎是 黃先生心目中 如果不是黃小虎那種 宗師的形象的話 就是這一種 就是這一種 就是她理想的男性形象 男主角形象 但是 所以她不討好的 但是 比起幾個主角 我現在 最喜歡的 暫時來說 因為 我只是看了25期 看了25期 而且 很闖絕地看了25期 暴龍的角色 其實都OK的 不過她 太冷東方無敵了 太冷東方真龍了 就是 就是 然後 她阿叔又好像 那樣子 東方無巨 還是東方無忌 她阿叔 是啊 和東方無忌又好像 那樣子 我已經不記得了 暴龍的阿叔是什麼 對不起 暴龍的阿叔 又是留白笨 就是白笨差出來的 又是 偷女那個 她是C8 是啊 白笨 就是 那些形象 完全都一模一樣 吃白粉死的那個是 唐猛 唐猛 我覺得唐猛那段是OK的 但是那個教化味道太高 他打針 然後打死了自己 我覺得那一刻都挺意外的 因為圓圓圓明明兩條小子都不夠打的了 怎樣可以打贏唐猛呢 結果是不用打贏唐猛 而是作法自弊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point是挺有意思 或者挺有趣的 但是譬如 剛才有提到 這個關於整個格局 整個格局 很不六七十年代 那我看完書之後 我是嘗試 就是 找一下 一些資料 這樣 在這個 那 譬如 現在 展示的這一幕 這樣 就是 雜差 拿這個電話寶 打 紅十八 那這些當然都是我們以往經常聽開的 就是 酷刑 或者是 鬱打成招的 模式 那 但是 要不需要用到雷老虎去做這一下 是啊 好像 好像玩得太大 要找個這麼高級的 去做這些 就是 阿拉格是不用做到這樣的地步 就是 他現在 有三層 一個就是 郭柏 一個就是 韓德 那現在就是雷老虎 那 但是雷老虎 他完全給不到一種 華人 梟雄的感覺 我想 他沒有寫一些手下給雷 雷老虎 雷老虎已經是 變成最乾的那個 其實又不用特意寫 因為 說真的 如果去到這個 情緒去計 你不用特意之前要介紹一些手下 那 那 雷老虎 那個 你後面有一班 小的 你隨時出現都可以做事 其實是清兵 其實 你不用特意介紹 但是 去到這裏 然後呢 他好像下面沒有人 都變成 這樣就有點奇怪 那 一來 他講的幾個 因為大家 一開始都有提 他特意選這個年代 又講英席 跟著又講那些 那些 無非都是想 做一個 打入這個 大陸市場的 一個契機 但是呢 我覺得他講這個 華洋之間的關係 又不是很多 就是 除了 除了 韓德欺負一些 欺負一些 黑社會之外 然後又 誣 就是 將 雷老虎又要為名是從之外 華洋之間 英國人多糟糕呢 究竟有多糟糕呢 我不太看到他多糟糕 現在 英國人是很糟糕的 在那個年代 或者現在也是 那 怎麼糟糕呢 除了收錢之外 壞事都是華人做的 現在我見到 是啊 因為 不知道 可能 你唯有 覺得劇情 還沒去到那個位子 最糟糕的是 就是不自己出手 收錢 但是不自己出手 錢照代 是啊 你說起收錢 你說起收錢 我其實是有點失望的 因為既然你想說到 那些 那些鬼佬很貪 這樣 又吃兩家茶禮 他既收暴龍錢 又收 易根岳錢 這樣 但是 但是你可不可以 畫出來呢 我想說的就是 你要畫究竟他怎樣付錢 就是我 我很喜歡看雷老虎 就是五億探長 他們始終都會說要找方法 怎樣去買通那些鬼佬的嘛 然後他們怎樣去共謀 想談一個什麼plan出來 鬼佬怎樣是沒有原則 純粹為了收錢 那這些東西可以畫出來 給讀者看 你才能加強到那種感染力 就是現在沒有這一幕 你照口說說 暴龍打完那場之後 然後在那裡夾夾夾夾 這樣就說 你給了三皮東西這麼少 我給了六皮東西 這樣 命過到4.7億了 大哥 那 你怎樣去建立 那些 這幫人 是 在那個年代上面 那種 那種黑暗 就是不只是口說那麼簡單 萬劍你看多幾期 有一段戲 可能可以滿足到你 好像是上期的 杭德走去跟龍宇新開會 跟著就說龍宇新搞到 又搞了那麼多事出來 然後龍宇新就說 我前陣子見過你太太 她的氣息不錯 國澳門 國澳門我有個賭廳在這裡 她過去賭兩手 然後賺十皮應該不難 這樣 這樣 然後韓德再還價 那些東西 但是他們用賭錢這件事來還價 那 我覺得可能會稍為滿足到你這一點的 那個 那個 喜好 而就是 正正反映到的東西 其實他們寫到 但是暴龍和易根洛那段 他就這樣帶過了就算了 所以我覺得怎樣呈現六七十年代 他們要尤其是警黑共謀 我說六七十年代 警黑共謀的這個情況 我希望要多儘惠一點才會有氣味 還有你想想 其實他們每個人都只是用那個人的武力去作為這個人厲害不厲害的指標 譬如 四大教主之戰 就是在碼頭那個四大教主之戰 暴龍呢 出了幾招大招的嘛 然後是說到韓德都有 都有武功底子去擋住那些氣勁的嘛 是 然後呢 然後呢 就說到權力幫 就是這個龍 什麼 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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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不出來那種味道 尤其是譬如在正派那邊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反派 那邊的生活呢 你是看不出來他們真的很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他們沒有除了練功之外的生活 他們沒有任何一個除了打架之外的生活 比如剛才大家分享的封面 有他們的點唱機 我不知道是不是普通餐廳或者冰室都有 我當有 但其實你看到他們除了去海安冰室喝咖啡 喝紅豆冰之外 你見不到那些七十年代的生活 那我覺得可惡可惜 他現在那種感覺就是 好像大陸劇要拍香港的景色 全都只有景色 場地在哪裏好像不重要 總之就是我塞這些東西 那就是那種懷舊 所謂的懷舊封在那裏 你看一下 其實他是在封面才有這種懷舊 他入到去內民都沒有懷舊的東西 我良心家裡不斷煮飯 他們不斷吃飯 一有良心的東西就吃飯 還有你講起良心報館 我其實都幾失望的就是 你既然作為一個報館 那你又揭露這麼多社會事弊 是的 我理解的當時的香港報紙的影響力都很大的 另外有一些所謂的非官首議員都會出來撩下鬼的 我都理解的 但是沒有做過這件事 雖然時代有些不一樣 但譬如大家看《葉民》頭兩集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有任達華那一輯 有任達華應該是頭兩集 是的 那他也是開報館的 他會有人來掃牆的 那些警察會來搞你的 那這些事情在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初應該是會發生的 任達華不是開棉花廠的嗎 那誰開報館 我記得有一個是他們開報館掃牆的 是有但不是任達華 OK 是的我記錯了 總之我記得有這個 他有兒子去了報館做 哦 是的 你見到既然你能開報館 你還要搞良心報館 那是不是應該要多些呈現 警黑之間怎樣跟你這個輿論去做呢 因為 你這個良心報館 你搞像北冥山莊一樣的 沒有人會敢搞你的 沒有人敢搞你的 我想問你為什麼他這個起格 全部都四四方方和比較大格 你怎麼看這些東西呢 我沒有所謂 就是他不影響我 其實格的變化多些 他營造到的氣氛當然都好些 那我自己覺得 其實又不是不可以斜格 或者破格的 就是那個角色破格的 因為其實 即使是條慢都有這樣的開格的 那所以 不過如果阿權自己都說 其實他在摸錯著 那我覺得 純粹舉型格是沒有所謂的 他不影響我看的過程 譬如納粹說 那60年代的年輕人是去糧茶譜威的 那他怎麼都不去糧茶譜的 是不是 一部收音機都沒有出現過的 當個年代其實收音機很重要的 即是大家怎樣去理解 了解這個香港的環境 和娛樂其實收音機是很重要的 但是這幫人是沒有 你任我 我嘗試再快立一次 無論是有錢人還是窮人都好 我都不是很見到有一部收音機 畫過出來 那所以是很皮 即是很皮那一陣 嗯 是啊 所有東西都是很面那一陣 他完全只是畫著 一班現代人 假裝拍 舊粵語殘片的那個年代的東西 即是英雄18期 大概有一部COSPAY的漫畫 就不是一個 真的 是啊 但是 用這個這樣的想法 其實 是更差過當年的小流氓 因為小流氓 他真的在畫當時的東西 回不到過去 萬記你 你覺不覺得 本書裡面有某些畫面 應該是黃山喜的 有沒有這個感覺 可能有吧 我沒有特別去想 因為老實說 其實 我不是看黃山很多東西 我憑什麼判定得到那些東西是黃山的呢 就是他意思是 又激勵了那麼多重 因為我反而覺得有一些 特別面上那些東西 可能跟某一格 突然跟整本書很不合 然後他又很有黃山那種感覺 不會的 你想想一下 姜若這麼大個 這麼多個友情主筆 出來就是一樣 你中間經過勾頭 其實很多東西都見不回 我就是覺得黃山有自己下手勾 一兩個 可能開頭有吧 可能開頭也會有的 我純粹看看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反而覺得是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呢 可能就是因為 其實他是為了調整 那些東西要回大陸 所以他把那些畫面 畫得簡約一點 所以看起來就可能會像黃山 有些東西是經黃山手 起出來的都不出奇 可能有些表情 諸如此類 但是未必 因為黃山似乎不是很畫那些表情的 與此同時 我在想的是什麼 當我看《英雄十八》的這一種 因為似乎可能為了回大陸 所以他把那些畫面線條清減一點 我就會想到為什麼 我都是猜的 我完全不知道 為什麼龍哥會斷了大陸的水 就是最後 另外我其實有上去騰訊看了兩回《英雄十八》 我是好奇上去看的那個感覺是怎樣 我發現原來這樣 將逐格逐格剪出來 之後打直排在這裡 原來這種感覺都頗差的 我看回雖然它已經是起到四四方方了 那些開格 但是也的確是頗不連接的 我這樣去看一頁的時候 反而我不覺得它那麼斷 反而 其實呢 調慢的起隔方 開分鏡的方法 不是真的只是把框變成矩形就是這樣 是啊 他們那是另外一種技術來的 所以要學 不是你說把框轉了就是這樣 因為 你要明白 漫畫是兩個定鏡 我們讀者去補完中間的東西 那是為什麼 我有時候會不同意你說 他們的分鏡跳了 我會覺得很大 就是會很大問題 因為 我漫畫本來應該就有這種這樣的補完在裡面 但anyway 這個可以遲些再爭 但是當你一頁的時候 你是頁慢的時候 你隔與隔之間的距離很短 你要補完的東西是很少的 但是當你是調慢的話 你掃那一下 你的經過是不同了的 所以我看回調慢 我看著 其實他們現在這種做法 在國內我都怕他們未必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 但是我看他們的評論 我看他們的評論 其實都多人回應 這些就是老王的東西 那可能對於他們來說是有新鮮感的 因為unique 你沒有其他人寫這些東西 譬如山海這樣 我們不好意思要用龍哥來做對比 山海這樣 古裝很多人寫 對於我來說龍哥的畫是特別厲害 但是對於大陸的人來說 未必一定是 那如果你不是特別厲害的話 那那有什麼吸引力呢 但是對於用來 給一些很片面的七十年代香港他們看 那他就覺得這些就是他的東西 是 對於是 那你要看這本書有一些失望的 現在 因為我想你近半年可能只看了這套廣萬 薄萬的話 我們 那又不用吃了其他糞便 然後你會覺得這口糞便更好吃 不,純粹是拿現在市面上的書拉雲,其實它已經不算是屎 我想其實你放在二千年代我就沒得好說了 其實你放在近十年的書,我覺得它都還在調合格線上 我想說怎麼拉雲 不是,我沒有說 你說不可以 你說,你說 我想說現在只有四本新書,即是有八本的奏行 有四本是復刻,一本是姜陽,一本是山海,英雄十八,新龍 很難不合格 那你又不用拉Curve,你可以全部都不合格 可以全部都不合格 很老實,現在出的四本新書的週刊,我只有十八和山海 可以給我合格 當然是阿包合格 十八我可以給我合格 不要緊,時間都差不多了,其實英雄十八 他繼續推出,我們都會繼續說 稍後看看什麼時候我們會再,可能下個星期都會再說 因為會有積極漫畫 今晚就先說到這裡 先說到這裡為止 稍後回來就有 我們今晚的題目 今晚的題目 DK是什麼? GoGo Power Ranger 稍後見 你們對這套作品 或者關於恐龍戰隊 溝不到女兒的感想跟我們分享 那如果你是Discord施主的話 記得如果你有話要說的話 就可以去我們的主持群那邊 施主群 施主群,對不起 施主群 施主群 好,今集咬姐幫到這裡為止 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 拜託